羽龙真正的计划终于河畔拖出 而这些话也被哈斯沃德听得一清二楚 他从黑泳中缓缓走来 步履从容淡定 可脸上却带着嗜血的微笑 仿佛一只即将攻击人的猛兽 但羽龙看着哈斯沃德 已然没有丝毫畏惧 既然做出了选择 那就无怨无悔 他淡定地让医护等人 赶紧从太阳之门那边逃走 他自己来拖住哈斯沃德 医护还想说点什么 可羽龙焦急地怒吼出声了 羽龙歇斯底里的大吼 哈斯沃德脸上不禁浮现出一丝笑意 他淡淡地看着羽龙 我早就说过 你会回答什么 你会做什么 我全都看得见 连接线线的太阳之门 早已就被我破坏 在陛下醒来之前 我要终结这一切 然而听到这句话后 医护反而淡定了 他走上前来与羽龙肩并肩 打算像曾经一样 和羽龙一起应战 然而此时羽龙却发现 哈斯沃德刚才说的话中 似乎有漏洞 他为什么特意说 要在陛下醒来之前干掉自己呢 羽龙随后终于明白了哈斯沃德的能力 于是他提醒医护 你有没有注意到 哈斯沃德的眼睛跟有哈巴赫的一样呀 哈斯沃德的能力 是在有哈巴赫睡着的时候 和有哈巴赫的能力互换 既然现在哈斯沃德拥有有哈巴赫 全知全能的力量 那就是说 有哈巴赫现在失去了全知全能的能力 现在正是有哈巴赫最脆弱的时候 羽龙随即让医护赶紧去真世界城的 最上层干掉有哈巴赫 自己则留在这里拖住哈斯沃德 这让医护有点担心 但羽龙看着医护担忧的神情 却微微笑了起来 这不是最后一战 刚才的话也不是最后的遗言 你这表情给谁看呢 医护愣了 然后就笑了起来 他随后转身就朝着真世界城的上层跑去 在医护等人走后 羽龙望着一动也没动的哈斯沃德有点意外 你不去追他真的没关系吗 哈斯沃德这下有点郁闷了 他冷冷地告诉羽龙 不要让我说这么多次 自己看得见一切 他们的下场只有死 所以没有追过去的必要 结果羽龙听到这话直接反问哈斯沃德 所谓未来其实是可以被改变的吧 羽龙一边说话 一边拿出灵子弓 显得非常淡然 羽龙的神情让哈斯沃德脸上充满了戏血 现在的羽龙与之前简直是判若两人 刚才羽龙眼睛里是一片死寂 而现在 羽龙的神情中却充满了希望之光 羽龙随即挑衅式地嘲讽哈斯沃德 你看见我会觉得惊讶 就表示你没有看到那充满希望的我吧 就你这点力量也敢自称全职全能 对你而言 那份力量离全职全能还差得远呢 此时哈斯沃德已经冷着脸不想说话了 现羽龙话音落下 他随即就挥剑攻击过去 一户知机和茶渡在长长的台阶上疯狂奔跑着 尤哈巴赫就在那最高的建筑里 只要干掉尤哈巴赫 这场可怕的战争就结束了 几个人的心情各不相同 知机因为刚才亲耳听到羽龙的话 确认羽龙没变好而感动得热泪盈眶 可当知机还沉浸在自己的感动中喃喃自语时 两个巨大的石像突然在大家身后出现 硕大的武器带着阵阵风声 猛地砸向医护等人 医护眼急手快 一下将知机抱起躲过了这次攻击 他回过头 看到后面那些巨大石像十分诧异 为什么自己之前完全没有感受到有灵压波动呢 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啊 医护有点无语了 他完全没注意到有一根巨大的石棒 就要落在自己的头顶 好在这时候茶渡一拳攻击过去 这才显显救下医护 却不了一时间 无数石棒又一起砸下茶渡 轰隆的巨响接二连三 攻击引发的冲击波 将连接通道的柱子都砸得粉碎 将茶渡与众人隔了开来 医护和知机吓坏了 好在另一边的茶渡没有受伤 他将众多石像巨人的武器都踩在脚底 然后就朝着医护伸出大拇指 这里交给我 你和知机赶紧离开吧 医护深深地看了一眼茶渡 随即毅然离开 茶渡于是也转身看向面前这些高大的敌人 他摩拳擦掌 准备大干一番 结果这时候 一个沙坑突然在茶渡身旁出现 然后一身尘土的制补研究就冲了出来 这颗把茶渡吓了一跳 他问研究刚才去了哪里 研究一听这话就气不打一处来 你还好意思问我去了哪里 你们把我丢下自己走了 害得我迷路了好久 好在终于还是在最合适的场面出现了 这群石像简直为我研究大爷量身定制的呀 研究神气活现地嚷嚷了半天 却不料茶渡是面无表情 连一句吹捧甚至是鄙夷的话都没有 研究气得牛都快吹不下去了 他责怪茶渡为啥不配合他 没想到这时茶渡答非所问 他问研究 你喜欢不起眼的工作吗 研究这么喜欢装插的人 自然不喜欢做默默无闻的工作 可是他没得选 因为医护作为开拓者 势必眼前只有前进的道路 而羽龙也好 茶渡也好 研究也罢 就只有收拾好城中的一切 准备好医护回家的路 其实在灵王宫中 如茶渡一样默默付出的人有很多 比如亚斯金 也遇到了两个不怕死的敌人 随着通往最高点的通道不断崩塌 大块的砖石从宫中坠落 整座真世界城 就好像下起石块雨一样 亚斯金就躺在地上 接受石块雨的祈礼 他没有躲 也没有动 静静地躺在地上 逐渐感受远离死亡的实感 对于他而言 接近死亡就会免疫死亡 而免疫死亡就会远离死亡 可对于他面前 那个几乎已经爬不起来的 叶一来说 接近死亡 可就是真的快死了 他用仅有的力气支撑住身体 几乎听不到亚斯金说的话了 亚斯金一点也不意外 他从地上坐起来告诉叶一 你被注入了灵子 氧气 氮气地混合毒药之欲 所以听不到 其他人说的话也很正常 因为你已经没有多余的力气 去听别人的自言自语了 而到了这个地步 你居然还没死 确实十分惊人 叶一一边咬牙忍痛 一边回怼亚斯金 那你操作了那么多致死量 还活着 也是很惊人啊 亚斯金白白手告诉叶一 不要妄自菲薄 如果对手不是你的话 那人早就死了 所以千万不要把自己 是个怪物这件事放在一边 说得好像我弄不死 你说很弱一样 这让人很气雷啊 在两个人打嘴仗的时候 旁边地上的西四郎 已经奄奄一息了 但是叶一也没办法治疗他 只能看着生命一点点 离弟弟远去 看着叶一紧锁的眉头 他无所谓地告诉叶一 不要做无谓的抵抗了 以你现在的程度 做什么都是自顾不暇 因此不可能有多余的精力 去救弟弟的 现在叶一真的十分虚弱 无论亚斯金如何攻击 对叶一来说 基本上都是致命的 现在叶一应该怎么做呢 现在确实是很致命的时刻呀 叶一正在心里盘算着对敌之法 突然感觉身后一阵凉风吹过 不靠谱的普元喜柱 居然用一种极其猥琐的 出场方式出现了 而相比出场方式 他的声音则更为猥琐 致命的酷酷夹屁屁呢 叶一小姐 叶一后停一紧 然后就立马蹬出一脚 踹在喜柱脸上 喜柱揉着脸 觉得自己相当无辜 你怎么能这么对待 一个来帮你的人呢 可叶一一点也不惯着 喜柱这个色胚 他怒吼着 你怎么不问我 为什么要踹你 喜柱于是一脸 歉意地开始道歉了 然而他手上 却摸起了叶一的屁股 而亚斯金看着 突然出现的普元喜柱 有点头疼 一个麻烦没解决呢 怎么又来了一个呀 喜柱倒是挺意外的 他没想到 第一次见亚斯金 居然认识自己 因此表示 真是挺荣幸的 亚斯金让喜柱 不要太谦虚 你可是陛下指示的 五名特级战匿之一 没想到喜柱 这时表情立马严肃下来 想到自己被列入 这么厉害的名单 他可是相当困扰 虽然在很光荣 但也有点高估了自己啊 喜柱一边说 一边将猥琐的大手 伸向了叶一 玲珑有之的屁股 叶一突然冲天而起 飞向半空中 亚斯金整个人都惊呆了 叶一居然还有力气 难道是刚才自己 被叶一骗了 还是喜柱对叶一 悄悄做了什么 这时候他不由得 佩服尤哈巴赫 五名特级战匿 果然都十分出色 黑旗一户的 潜在力量十分惊人 羹目剑八式战斗力 十分惊人 兵主不依兵卫 是睿智让人难以招下 兰然总幼界 就是强大的灵压 让人惧怕 至于眼前 这个蒲言喜柱 就是计策的未知 让人捉摸不透 他总是不按常理出牌 不管对方 做出什么样的谋划 蒲言喜柱总会反叛 亚斯金不由得 埋怨命运的不公平 为什么这样讨厌的对手 偏偏让自己碰上了 叶一屁股朝天 飞向半空中 他质问喜柱 到底在自己屁股上 打了什么诊 喜柱笑眯眯地表示 这是秘密 可叶一不吃这一套 他猜想 肯定是刚才自己 跟亚斯金对战的时候 化剂之类的东西 喜柱连连点头 不愧是叶一小姐 果然脑袋转得快 不过因为做得太急了 所以这种药物 持续的时间 只有五分钟左右 然而对于叶一来说 五分钟也足够 他转身使出了 顺哄雷神战行 结果刚要冲上去时 喜柱却拦住了他 他猥琐地问叶一 来用那个吧 可叶一十分傲娇地 转过身去 直接拒绝了 谁要再变成那种 半吊子又恶心的样子呀 然而没想到 此时喜柱 阴阴阴地说着可惜 他竟然打算 对叶一用墙了 这个秘密的 那个到底是什么招数呀 就在喜柱和叶一 聊天的时候 一根零子剑射了上来 下面的亚斯金等急了 催促他俩 快点下来战斗 于是叶一带着 一肚子气冲向亚斯金 挥拳就是一顿猛攻 结果没多久 叶一就再次 跪在地上气喘吁吁 亚斯金表示 在对叶一注入了毒球后 叶一就算再怎么恢复 也赢不了自己 此时叶一真的已经无计可视 没想到这时候 他突然看到 后面躲着的浦原喜柱 举起了一张纸 上面写着 翻到了这一面 你就会变身 叶一心中 生起了一种 很不好的预感 而随着喜柱把纸翻开 一股强大的灵牙 瞬间炸裂开来 灵牙嚼起的强大气流 将亚斯金都轰了出去 他异常惊恶地 看着眼前的叶一 这个女人 居然长出了 一根黑色的猫尾巴 和一对金色的猫耳朵 他伸着舌头 四肢和周身 都被金色的闪电包裹着 整个人看起来 十分危险而妖异 叶一如准备猎食的 猫科动物一样 趴在地上 亚斯金已经看傻了 他十分诧异地问叶一 这是什么造型啊 结果叶一口里 吐着金色闪电 根本没有一丝回答的意思 好在这时 身后传来声音 这是叶一的绝招 顺哄雷兽战型 顺龙黑猫战机 亚斯金回头 十分好奇地看下喜柱 为什么我问叶一问题 却要你来回答 难道叶一现在 听不懂人话吗 亚斯金突然感觉到 一阵心慌 而这时候 叶一已经发动攻击了 他嘶吼着 好像野猫一样 一跃而起 然后瞬间就 由由金色闪电一样 出现在亚斯金眼前 在亚斯金惊恐的目光中 他直接一爪子 拍在了亚斯金的肩头 一阵灵光爆破过后 亚斯金雪剑当场 接下来 叶一的攻击更加猛烈 半个真世界城 都跟着颤抖起来 亚斯金离地千里 他随后就趁着浓烟 冲向高空 亚斯金已经怀疑人生了 他早已经获得 对叶一的免疫了 按理来说 叶一的灵压 已经无法伤害他在队 可为什么自己感觉 再不好就要死了呢 而此时喜柱 也瞬间出现在了他身边 他好心地为亚斯金解释 因为心情不同啊 猫咪的心情变化不一定 变成黑猫战机的叶一小姐 他的灵压 也会受到心情的影响 而不停变化 你虽然已经免疫了 正常情况的灵压攻击 但耐不住 这种情况下的灵压攻击啊 就算你的免疫速度再快 也赶不上 叶一小姐的灵压 变化速度快 他的灵压 每秒会变化48次 你应该如何免疫呢 这时候 叶一已经呼啸着 再次攻击过来 剧烈的灵压爆炸席卷而来 仿佛一道炸雷滑破天空 直接轰在亚斯金的身上 炸雷过后 一切归于平静 亚斯金似乎终于消失了 此时叶一落在鞋塔上 出现的猎物致命一击 于是喜猪拿着一根猫薄荷 冲着叶一不断摇晃 结果小黑猫叶一一看到猫薄荷 立刻就上头了 喵的一声朝着喜猪扑过来 对着喜猪又蹭又舔 完全就是一只猫咪在撒娇啊 喜猪摸着叶一的头发 悄悄地念叨 这样的叶一 其实也很可爱啊 五分钟很快就到了 喜猪的药物已经失效 叶一又恢复到了 被致死尽量控制的痛苦当中 喜猪起身打算去找 亚斯金的尸体 给他最后一记 可是面前却出现了 一个紫色的大圆球 亚斯金释放了 自己的灭绝师完胜体 与利杰巴罗相比 他还是正常人的样子 只不过身后出现了 一些化学剑一样的东西 他告诉喜猪 这个大球就是 为你们准备的礼物 集上毒球 而这身装扮 就是自己的完胜体 神之毒剑 很逊的名字吧 所以就请你们好好享受吧 我是黑白 下期见